把十八层地狱建在后花园的人,却是为了在家供养狐仙 香港承认的真实灵异事件是真是假 传说中的虎豹别墅究竟藏着怎样复杂的过去呢 香港是一个很迷信的地方 充斥着各种灵异事件和民俗传说的同时 也有不少人会供奉仙家或用小鬼进行斗法 狐仙则是中国传说中一种经常出现的妖怪 蒲松陵的聊斋之意中就写过许多关于狐妖精怪的离奇故事 传说狐狸能够修成精化为人形 他们一正一邪踪迹不定 且一般能修行得到变化成人的 都姓康、狐、黄、白这四种姓 因此唐初以来百姓多是狐神 将其尊为狐仙奉刺以避免灾祸祈求平安 然而就在1981年香港虎豹别墅外的一堵墙上 惊陷狐仙投降 从此之后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一般 狐仙屡屡作祟 而共演狐仙的人恰好就是万金游的创造者 虎豹别墅的主人胡文虎和胡文豹两兄弟 这是胡文虎送给他弟弟胡文豹的礼物 世上一共有三栋 分别在香港、新加坡和福建龙岩永定 众所周知 两兄弟的父亲是乔军缅甸的中医 在那个物资匮乏、交通极其不便的年代 他们一家最开始在当地经营着永安堂药行 父亲去世之后 两兄弟将父亲留在缅甸仰光 即将倒闭的永安堂药行接受经营 他们一个擅长中文与中国市场 一个则通晓英文经常在世界考察 对种草药进行改革后 研发创制了万金油、止痛伞等等成药 利用报纸的便利和影响使得虎牌万金油成为家喻户晓的标配产品 甚至一度建立了一个生意遍布全球的商业帝国 更赢得了东南亚华侨首富的称语 不过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更是一对彻底虔诚的胡仙信徒 也有传言表示 正是在胡仙的帮助下 胡文虎家族才能从贫到负 由小到大 从无到游 打造一个商业帝国 而胡文虎家族之所以迅速衰落 负不过三代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胡仙 别墅豪宅养胡仙 布下惊天绝密风水局 揭秘媒体大肆报道的香港真是贵事 1935年 有两名胡姓兄弟在香港铜锣湾一带建了占地800亩 相当于75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虎豹别墅 专门供养胡仙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个大别墅内养胡 据说胡文虎和胡文豹两兄弟得高人指点 也从中知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黑暗故事 于是他们耗资1600万元 在铜锣湾大坑道建成虎豹别墅 好让在这里修炼的狐狸成仙 别墅选址处 位于香港岛东半岛 面向维多利亚港 不仅构成了山管人丁水管材的风水格局 而且花园内白大的建筑有居高临下之势 在看渔学上属于白虎兆堂的风水格局 一旦胡仙修炼成功 便可保佑他们左右风源 把生意越做越大 为此胡文虎甚至不惜给自己的子女起名为胡椒胡仙 为了保证计划的万无一失 他们还在别墅建有一个约八层楼高的胡塔 和十八层地域的布阵 因此短短几年时间 胡文虎旗下的虎镖万金油和星系报纸 就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品牌 随着万金油 头痛粉 八卦丹 青块水 等虎牌药品在国内和东南亚已成为家喻户销 到了1926年的时候 他在新加坡总行开始的制药总厂 年营有额就超过了千万港元 人称万金油大王的两兄弟健壮 迅速在东南亚和国内投资了数十家分行 到了1938年 胡文虎兄弟的财富已达到三千万美金 靠着抗日战争期间的各种扩张 他们的收入已经和国民政府几年的财政收入持平 但是为了金钱铤而走险 养胡仙势必会遭到反噬 胡仙的凶残和暴力程度更是远超人们的想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 胡文虎去世后 胡氏家族逐渐衰落 家里的后人因生意陆续失败 加上对时局悖观 便没有了继续发展祖业的想法 因此胡氏后人便开始变卖香港产业 依据海外 药业已经成为过去史 而暴业则沿袭发展了下来 只是金学不同往日 香港的虎豹别墅 也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卖了出去 至于园区内的几只狐狸 因每人供奉饲养也逃走了 胡氏家族后人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香港温莎大厦胡心显灵 官方亲口承认的真实灵异实现 真相至今令人细思极恐 1981年在虎豹别墅内 没了神坛供奉的虎仙彻底没了约属 甚至还常以吓唬路人为乐 当时别墅外有很多工人 每天早上都会在墙上画图 可突然有一天早上 工人小七突然发现墙上有七个狐狸头 眼睛里还闪烁着不一样的光 这可把小张吓了一跳 自己已经连续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天 对于这里的墙早已了如指掌 但是这些狐狸却显得尤其格格不如 他们眼睛深邃黑暗 看久了就慢慢地显露出野心了 好像要把人吸进去似的 更诡异的是 明明昨天晚上还没有 早就听说狐仙传闻的他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立刻通知了其他人 但一些工人到来时已不见狐狸头 墙上干干净净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后来还是一个道士解决了这次危机 在这堵墙边做了好些的法 又贴上了一张符纸才算完 可邪门的事情不久后又发生了 温莎公爵大厦竟然出现了数个狐狸头的影子 当时出现由于太多人眉观 而被迫停念了一天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 七个狐狸头全都清清楚楚的映在了云石上 每只狐狸的眼睛都红红的 像是要滴出血一样 甚至还闹出了人命 这又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自从在虎豹别墅来到温莎大厦后 没有人按时供奉贡品 也没有人给他们提供庇护了 这些狐本就是一摇一线的灵异 如今在室内吸收不到日月精华 便开始吸食婴儿的惊血增强功力 正好香港温莎大厦内的温莎皇宫大酒楼 要承办一场满月酒会 这些狐狸便动了邪念 当天晚上 这位孩子的母亲便梦到了七只狐狸 口口声声说 他们家婴儿的名台比较明静 自己吸水了小孩的精血之后 必然功力大增 听完这些话之后 孩子的母亲立刻惊醒 果然发现孩子已经面无血色 身体像被吸干了一样 没有一滴血 可相关专业人士 对于孩子意外死亡 并没有给出合理解释 只发现了墙壁上 有一个狐狸头的头岸 让人不禁联想到狐仙 据说最终请来了法师才解决 反正这宗狐狸显灵的事情 听上去挺喧哗 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